朋友你好,我是石珍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欢迎订阅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Garden Center的日本枫树 这个小花店的日本枫树 一般这种Garden Center都是季节性的 现在是5月下旬,多伦多这些花植物刚刚上市 昨天来看的时候呢 这些日本枫树还在摆在门口 今天都已经搬进来了 我们看一看这里有哪些品种 先说一下价钱吧 你看它这个大概是四五加仑的盆子 这么高,多高啊,这么高,比我高 99块9毛9 加元 看看价钱,看看价钱,看看品种 这个叫Blood Good 是一个很流行在多伦多啊 非常耐寒 这种红叶子,暗红色的叶子的日本枫树 这是很常见的 在阳光充足的时候呢 它叶子可以保持这种Purple,这种暗红色 但是如果阳光不充足 比如说现在吧 你可以看到这个叶子发绿 如果是非常阴的时候呢 它的叶子会变成基本上全绿 绿不绿,Purple,红不红的这种状况 所以在多罗多呢 建议还是种在全日照 然后能够保证有土壤潮湿的地方 这样的话可以给它最亮的颜色 这里还有细叶子的下垂品种 低矮下垂品种 叫Red Dragon 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 给它阳光充足 它就会给你这种保持这种颜色 漂亮的颜色 阳光不足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绿色 就是你看里面就是绿的了 这里还有绿色的品种 看看什么名字先 叫Glowing Embers 你看它这个牌子上 这个照片呢是秋天的颜色 也就是说告诉你 它在秋天的时候 叶子会变成五彩缤纷的 橘黄啊红啊 很漂亮 但是它夏天呢 就是一种绿绿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特色 叶子小巧 很cute 再仔细看呢 它的枝干 新枝啊也是红色橘红 那么在秋天呢 也可以给你的花园带来色彩 同样道理 如果你要是没有给它 充福的阳光啊 它的秋天不会有 特别鲜艳的颜色 只有在这种全日照的情况下 它的叶子啊 才能够在秋天变得非常漂亮美丽 这里还有一个看上去比较少见的品种 你看它的叶子啊 一个是整体非常紧凑 长得很紧密 然后叶子呢 也比较相对小巧 颜色呢 也是挺亮的 这什么品种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 Skeeter's broom 这个你一看到它的broom啊 这个词就代表它是一个从树上 说这个吧 这是从Bloodwood 刚才我们最开始介绍的品种 是它上面的一个瘤子 或者是一个变异品种 很多植物啊 特别是木本植物树 它在这个有的时候会长出一些奇奇怪怪的 在它枝头上长出奇奇怪怪的分支来 然后紧凑小巧 这是一个很大的流派 为什么是很大流派呢 有专门的人 他到树林 原始树林或者树林里的 或者是在这种nursery啊 这种苗圃 他就去找这种变异的品种 然后把变异的品种拿下来 摘下来再繁殖 这种变异的品种呢 就叫Broom 通常这种变异品种就比较小巧紧凑 所以你看它这个整个的株形 就很紧凑 那么编异品种都有个通 就是常见的问题 就是它会繁阻 你要是发现有一只长出来特别长 然后叶子特别大 你就要把它掐掉 连整只都掐掉 这个牌子上的照片呢 应该是它秋天变色时候的颜色 非常的鲜红 这当中还藏着另外一个品种啊 这个是我的favorite 就是也不能叫favorite吧 很喜欢 这个什么品种呢 它叫autumn moon 这个品种啊 还有个moon叫做full moon 我有一个full moon 这个叫autumn moon 为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autumn moon啊 是指它的新叶子是红色的 而full moon长出来的叶子啊 就是淡绿 黄绿色 这个autumn moon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红颜色 像秋天的颜色一样 所以给它取了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我猜的啊 那么整个夏天呢 它会不断的长新叶子 尤其像这种小的品种啊 它会不断长新叶子 所以它会不断的有红色 在这种树间 它这个牌子上的照片呢 是它秋天的颜色 也是漂亮极了 它整个夏天 你看它就是 如果阳光充足 它的叶子是发黄 黄绿色 很outstanding 在花园里头 那么秋天的颜色呢 那就叫stunning 再看一下它的名字哈 这个我们喜欢日风呢 一定要知道它的名字 它的分类 它叫Acer Chirassawanum 它不是Acer Pomatum 像这种啊 红色的这种 它叫Pomatum 这是另外的品种 这是另外一个绿色品种的日风 你看它叶子也是小巧哈 这是它的共同特点 很漂亮 叫什么名字呢 叫Pine Bark Pine Bark 你就可以想象它是什么呢 注意看它的枝干 嘎嘎哒哒的 长得 当它这个枝干老化以后啊 就长得像松树皮一样的粗糙 这种日风呢 它的新叶子也是绿的 老叶子也是绿的 到秋天它会变成红色 那么它主要的观赏点 就是它的枝干 如果喜欢这个观赏枝干 特别是冬天啊 很明显喜欢观赏枝干的朋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也是出于它这个枝干的特色呢 这个更多的被当作盆景来种植 这又是一个绿色品种 而且长得很精凑啊 可能叫什么名字呢 叫Sunrise 这个名字呢 不是给它的叶子的哈 这个名字是给它的枝干 你看它红色的枝干 特别是在冬天会非常的明亮 还有一个类似品种呢 叫Coral Bark 这两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它的叶子也是在秋天会变成金黄色 而且持续时间很长 那么冬天就是欣赏它的枝干 这个红色枝干 我们仔细往下看 它这边是绿的黄的 这边是红的 说明什么 这边是太阳照射的方向 也就是说 只有在这个阳光充足的情况下 生长的时候 阳光充足的情况下 它才能给你很漂亮的颜色 所以你种的位置啊 很重要 这里还看到了这种很特殊的品种 这个我们以前介绍过叫Ciraz 这个品种呢 它最大特点就是 你看它的叶子不规则 是扭曲的 叫变态美吧 它的新叶子应该是通红的 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绿色了 然后如果阳光不充足的时候呢 它的叶子就是绿色 但是即使绿色 你看它仔细看它的叶子 有红边粉边 奇特吧 好了 这里的日风 今天咱们就介绍这么多 哪一种给你留下了比较美好的印象啊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你看它这里 看它 看它 为什么 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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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